这个无土栽培,你看啊,这个番茄的顶端已经开始出现尾泥了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 我们再来看一下根系,出现问题了没有 看一下,这根 发黄了,发黄的根肯定是出问题了,看 这边跟新的小白根溜出来了,这边的根发黄 它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一个是食肥量过大了,另外一个呢,浇水量过大了 因为前段时间我从这儿离开以后呢,是交给我们一个学长在这儿管理 走的时候呢,给它配的肥料溶液配好了,基本上是够十到十五天的一个食用量 结果我六天左右的时候过来的时候,我配这个肥料已经用完了 这个证明这个肥料浓度过高了,另外那个浇水呢,这个种植槽里面的尺度非常大,浇水也有点过了 所以造成了这个肥料刺激这根,把根烧坏了,变成黄根了 所以说我们特别是一些新手啊,摸索着做无土栽培这些话是经常要出现这种问题的 包括我们以前的时候,在零几年的时候,我们做无土栽培也会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所以采取的措施比较简单,第一个呢,抓紧时间用中深菌素配上那个壁户去关根 中深菌素的目的就是防止根部受伤以后呢,再出现根斧 另外呢,就是促进发新根,第二个呢,降低你的是非弄度,调到二点多这个仪器值 第三个呢,降低这个浇水的量,稍微干害一点,刺激性跟那个多发一点 这个基本上几天时间都会过来了,如果你放任不管的情况下,可能再有十天,这个发现的话就该拔了 哼